学习一下 这个subspace 自空间 还有我们的nowspace 一个矩阵的nowspace 和它的column space 那什么是subspace呢 subspace就是 我们这里讲的subspace 是rn中间的 所谓的rn中间的一个subspace 那我们的某空间就是rn嘛 那么rn它自己有它的一些 它自己是一个向量空间 那所谓的subspace是什么呢 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个向量 空间的一个子集 它满足两个条件 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呢 我们就要称它是一个subspace 第一个是 如果u和v都属于我们这个大的u的话 那么u加上v也是属于这个u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 如果u属于这个集合 那么我们给它乘上任一个数以后 它仍然是属于这个 仍然是属于这个字集的 那么这里的lambda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说的是它是一个实数 那有些教材它可能会给出三个条件 例如说0要属于这个u 那在这里我们用两个条件 是因为我们只要把lambda去0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subspace的一个定义 那它当然说它的母空间一定是一个vector space 就是它母空间一定是一个向量空间 那这里向量空间的这个定义 我们在这里不再去展开讲 因为rn它本身是一个向量空间 当然对一般的向量空间 它的一些定义和性质 我们这里不展开讲 那这是subspace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还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nowspace nowspace 一个矩阵的它的零空间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这种向量的集合 这个向量 当然我们可接直接写成rn 这个向量满足ax等于0 也就是说所有ax等于0的相量的集合 这是一个nowspace 这个我们称作这个矩阵的零空间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去证明它是一个subspace 把这两个条件放进去验证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知道u 如果au等于0 aV等于0 也就是说u和v都是属于nowspace 那么a倍的a乘上2u加上v 那么就等于au加上av 这个是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u加上v 也是属于nowspace 那么第二个说 如果说是au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得到的a乘上lambda u 这是等于lambda乘上au 那也是等于0 所以我们说lambda u也是属于nowspace 所以通过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nowspace是一个subspace 那第三个定义是我们的column space column space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span 其中v1和vn v1到vn是a的这个column vectors 就是你把a它的每一列单独拿出来 都是一个向量 那把这些向量 它就是一个向量组 这个向量组 我们把它span以后 它是一个subspace 那我们知道span的定义 就是我们对所有的向量 做线性组合 它span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向量空间 它一定是一个向量空间 它自身就组成一个向量空间 那这是它们的定义 那在这一部分 我们常见的要考察的地方 通常说我们怎么样去找出nowspace 或者找出column space 有些时候会考察你 问一个向量组合 它是不是subspace 那我们先看一个 先看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假如说 h是一个向量级 是一个向量级 它的向量都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例如说是2t0-t 那我们证明它是一个 证明h是一个subspace 那我们根据我们刚才证明 这个nowspace的方式 我们先验证它两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x它是属于h y也属于h 那x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2t0-t 那么y可以写成是 这是2s0-s这种形式 那么sot表示是不同的值 那我们x加上y 我们两个条件 我们先看x加上y x加上y 那我们得到的是 2t0-t 2t0-t 加上2s0-s 那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2t加上2s 是0-t-s 我们可以把它2t出来 是2倍的t加上s 0-t加s 那我们看也是h的这种形式 也就是说 这是2倍的t 都是参数的2倍 最后一个分量是这个参数的负数 那我们看这也是一样 第一个分量是2倍的一个参数 最后一个是负的这个参数 所以这个是 它们相加的话 是属于h的 那我们看 相乘 lambda x 就变成什么呢 2倍lambda t 0-lambda t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2倍的lambda t 0-lambda t 第一个分量是这个参数的2倍 最后这个分量是参数的这个负数 那中间这个参数是0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h 那么由这两个条件 我们得到h是一个subspace 这是我们 我们如果要证明这是一个subspace 我们就是按照定义 满足两个条件 把两个条件 把两个条件带进去 把这个两个加和数成 把加和数成带进去 我们看看是不是满足 加和数成 是不是仍然在这个空间里面 大概两个条件 如果都满足的话 就是subspace 如果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它就不是subspace 那要证明它是subspace subspace 那两个条件都要满足 那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种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 nowspace和columnspace 这个我们通常的做法是 把这个矩阵变成杭最减矩队阵 把矩阵变成杭最减矩队阵 那么把矩阵变成杭最减矩队阵以后 它有很多种关系式就全部出来了 那这个用这个式子就不好写 我们用立体来说明 我们怎么样去 这样去做 去找出他们的 找出nowspace 找出columnspace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假如说 A它是等于 这样的一个矩阵 这样的一个matrix 1 2 1 3 2 3 4 9 0 7 2 3 5 1 8 2 2 2 8 3 5 5 5 我们假如说 好 假如M是invertible的 MA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样的一个矩阵 1 2 1 3 2 这是 0 1 -3 5 5 -4 0 0 0 1 -7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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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 我们找出它的 NOW SPACE 我们说找BASIS 找出一个BASIS 找出一个BASIS 当然找出BASIS 它的NOW SPACE 就给出来了 我们知道 把BASIS SPAN 以后 就张成了整个的空间 就是 把BASIS SPAN 以后就是整个空间 第二个 就是我们 要FIND A BASIS 要找出一个COLUM SPACE的BASIS 第三 我们把其他的Vectors 都用这个 我们把其他的Vector 就是COLUM Vector 我们represent 我们都用这个BASIS来表示 其他的列向量 就是我们把COLUM COLUM SPACE 里面的BASIS 用COLUM SPACE 里面的BASIS 来表示其他的列向量 就是 是他的一个先行组合 我们怎么样去算 我们再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具体 是该怎么样去计算 那我们刚才说的 M是invertible MA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就表示说 A通过Raw Reduction 可以变成了什么 可以变成我们 这个MA的这种形式 1 2 1 3 2 0 1 -3 5 -4 0 0 0 1 -7 好 最后一行 其实写不写 都 无关紧要 我们在讲这个 逆矩症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我们做成一个可逆矩症 相当于是做一个 对一个矩症 做一系列的行变换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A它是等加于这样的 MA的 等加于这么一个矩症 那刚才我们提到 要找COLUM SPACE 找NOW SPACE 我们都是把这个矩症 做成行最减矩 我们等一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最好 那 现在 这个矩症已经是行接替矩症了 我们要把它做成行最减矩 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PIRATE LUMBER的上下 应该都应该编成0 那 那我们说 这种的变换 我们是从最后一个PIRATE LUMBER 往前做 那么之前是把一个矩症 化成这个行接替的时候 我们是从前面往后做 那么 做成行接替以后 要做化成行最减 我们是从后面往前做 这样的话 计算量是最小 好 那 我们把第三行乘上-5加到第二行 乘上-3加到第一行 那么第一行就变成1 2 1 这个是0 好 乘上-3加上来 这是21 这是23 好 乘上-5加到第二行 这是0 1 -3 5 乘上-5的话 35 15-4 这是31 0 0 0 1 -7 最后一行我们就不写了 好 那 在接下来的这个PIRATE LUMBER 都在这 是 第二列 那我们把第二行乘上-2加到第一行去 这是1 0 乘上-2加上去 这是7 这是0 乘上-2加上去 62 85 是5 好 那这个是0 1 -3 0 31 0 0 0 1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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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我们怎么样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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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其实 在这里 我们以前在讲怎么样解线性方程组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解是这样子的 我们已经知道解释 这是 呃 我们写成这是C1 好 我们给它宽一点 应该是C1 这是-7 呃 -7 3 1 0 0 加上C2 它的解向量是这样子啊 C2 是 呃 那么我们是-85 嗯 -31 这是0 这是7 这是1 所以它的nowspace 实际上这已经是nowspace了 当然我们如果要写成span的话 可以写成这span 这是-7 3 1 0 0 好 这是-85 -31 0 7 1 好 就是由这两个vector 所span成的 是章成的 那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样子 我们之前解是可以直接写出解 那么我们basis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 那我们basis 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找第一个basis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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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令 因为我们看 这里面的vector 呃 我们的free variable 是x3和x5 所以令x3 3 等于1 而x5 等于0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vector 可c2 那就是令第三个vector 第三个variable是0 第五个variable是1 so 这样的话 这两个vector一定是先行无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basis里面的vector 肯定是先行无关的 linearly independent 那么这两个无论如何 只要这两个是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那其他的肯定是 那么这两个vector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先行无关的 就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我们 呃 假 那么如果令x3等于1 x5 5等于0的话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x5等于0 那么最后一点不起作用 也就是说x1加上7x3等于0 那么所以x1等于-7嘛 因为x5等于0 而x3等于1 所以x5加7 x1加7等于0 x1加7等于0 那么x1等于-7 那么第二行 x5等于0的话就是x2-3等于0 所以说x2等于0 x2-3等于0 好 x4 x4就 x4就等于0了嘛 因为x5等于0 x2这部分没有 那可c2是令x5等于1 x3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也就是说 第一个方程给出的就是 第一个方程给出的就是 x1 x1加上85 x5 加上85 x5 x5等于1嘛 x1加上85等于0 x1加上85等于0 所以x1是-85 而x2 x3-7等于0 x4等于7 所以和这两个我们 这里有两个free variable 所以我们 只有两个线性无关的 只有两个线性无关的这个 线性无关的这个 噢 响量才是他的know space里面的basis 所以这个是northspace 那我们其中还有一个结论 当然在这里我们用到的是 northspace和columnspace的dimension加起来 是等于n的 n是多少列 那我们看这是五列 五列我们的这个columnspace columnspace它的应该是三个向量 这个dimension 一个vectorspace的dimension 是它的线性无关最大的 它的basis 可以就直接说是它basis里面vector的个数 这是dimension 好 那northspace是这样求 northspace 这是第一个 那么columnspace我们怎么求呢 好 columnspace 这个是比较直接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最强最减矩阵里面 好我们可以把它抄一下 107085 这看不见了 我们把这个抄一下 A等于A等于A是等价于通过Raw Reduction 这是107085 好这是01-30 这个是31 这个是31 好 001-7 那columnspace怎么样找 columnspace它就是我们去找它的basis 那我们看看pavage number它在哪一列 就是对应的就是哪一列 那个就是它的basis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pavage number对应的是第一列 第二个pavage number对应的第二列 第三个pavage number对应的是第四列 所以我们回到原来的这个矩阵里面去 我们不能直接在这儿求啊 我们回到原来的矩阵里面去 就是1322 好 第一个是1322 好 那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也是第一个vector 第二个vector是2432 所以第二个vector是2432 好 第四个vector 因为我们pavage number 第三个pavage number对应的是第四列 301-3 好 3 这是我们column space的basis 这是我们column space的basis 这是我们column space的basis 那么第三问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现在这个得到的是V1 好 V2和V4是我们的这个basis 那我们V3和V5怎么样求 算是怎么样表示出来 那我们看看V 做role reduction以后的V3 所对应的这个 所对应的这一列 和V5所对应的这一列 那我们还有一个结论 就是 role reduction并不改变这个vector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第三列 这是7 相当于是第三列是7-30 跟V1V2的关系是7倍的V1 所以它是7倍的V1加减去-3倍的V2 因为对V2是-3 而V5直接写它的数字 那就是85V1加上31V2 再-7倍的V3 这跟我们以前解方程组有点不一样 解方程组的话 这些数字我们要变个符号 但是在讲 把这个vector用另外的vector来表示的话 这些数字直接就是它的系数 这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 那我们就是只要 只要你把这个矩阵变成了行最简矩阵 那么这三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 例如说 你可以求它的rank rank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它的rank是3 当然是 就是我们还是前面讲提了很多次的 就是只要做role reduction 你就把它做成行最简矩阵 那么很多问题 很多答案就直接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